星期五的夜晚和平篮球馆 几乎坐无虚席 所有人目光全聚焦在舞台上 一举手一投足 舞者用身体演绎 不论是人类或是动物 生而平等 动物也是要有一个生命嘛 对不对 那我们吃素 也对我们身体也好 也可以就众生都不要造恶业这样子 七月吉祥乐透过祈福会传递善念 台北场第二场更有一家人 专程从嘉义北上 而家里却还在淹水 高铁我坐这么久 第一次延班了 我还蛮感动的 第一次参加实际活动 那个叫高宅西南木 对光木中 为了救母亲地狱走一遭 他们与歌子戏团演出光木女救母 除了让大家了解斋戒的重要 也看见孝亲要及时 也是很感谢妈妈把我生下来 然后就是当妈妈之后就是知道说带小朋友辛苦 在这个年纪更觉得说 父母给我们的这种恩情 在这个时间的感触就更深 台上演绎怀胎的辛苦 台下不少观众也趁机机会教育 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 以戏说法 让现场充满感动气氛 大家希望黄金天剪圆及台北报道